교육 же 好 主席請一下主委 女委員好 主委您好 主委我先請教你一下 你對於客家人的定義 請你簡單說明一下 客家人定義按照我們客家的基本法 是說我們具有客家水源 同時也認同客家 按照客家基本法的第二条 就是有客家的血缘 或者是客家的渊源 而且自我认同为客家者 就是我们所谓定义的客家人 按照我们客委会 委外的103年度 客家人口推估 以及客家认同的研究报告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客家的朋友 大概有420万的这样的一个推估 那也占了人口大概18% 但是按照教育部自己内部的资料 就是说我们的国民中小学 选修课语来作为母语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大概只有11% 那这个客家的人口18% 选修课语的我们的小朋友只有11% 那中间这个差距是有一段差距 也是令我们忧心的一个现象 那主委请教一下 你认为这个中间的差距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这个班级人数越来越少 可能是其中之一 不过就是小孩子呢 可能他的一个思考是说 讲课语在使用率上 是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选修这个客语的意愿就比较不高 我想这个主要还是在于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第二就是没有一个说客语的一个环境 这是主要的因素 那也是依照我们科委会自己的研究报告 我们科委会103年度的这个调查报告 就是有高达35%的客家子弟 认为自己不是客家人 这个比起100年度的调查 28.4上升了6.6 就是说认为自己不是客家人 到103年度上升了6.6 那客家子弟 认为自己是客家人的比例 也从64.4降为56.6 降幅 跌幅高达7.8 主委请你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客委会也非常的努力 想要推动我们客家的文化认同语言 然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为什么认为自己不是客家人的 客家人上升了 然后认为自己是客家人的比例却下降 这个请主委 我们在推广 这个客语还有文化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年轻人或者是 孩童的参与的情况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在各地参与他们 节省活动的时候 都会去大声的呼吁说 在家庭里面应该要去传承客语 同时呢 因为会讲客语 至少对自己的一个客家人的 一个认同会提升 主委你讲的没错 客家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我们看到啊 你们自己内部的调查报告 就是说不会讲 也不会听客家化的 就占了客家人口的这些啊 客家子弟啊 占了49.5 不会讲或者是不会听啊 49.5 没有接触过客家文化的 有占了23.7% 这是一般的客家子弟啊 这是很严重的现象 也是客委会的主的重要的一个责任啊 这个要检堂 是的 然后这个也显示说 我们客家语言跟文化 语言跟文化 的确啊 是跟客家认同啊 是有高度的一个相关的关联性 这个客委会啊 要去注意里面的这个重要的关键 我们要强化这个客家认同啊 就要从语言跟文化去努力 那我们现在啊 也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客家子弟啊 缺乏说客家化的环境 我们看到 也是客委会自己的调查报告啊 有子女的这个客家民众当中啊 与子女交谈时的语言是以什么为主 主委你应该知道吧 以什么为主 以国语为主 以国语为主 占了68.7%呢 然后以客家化来做家庭的这个沟通 只占了17%而已 这样呢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因素 就是子女不会讲也听不懂这个客家话 所以主要以国语为主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 有一个很令人感伤的状况 就像我有一个亲戚 他是嫁到客家去 嫁到苗栗去 但是所生的小孩呢 他在客家阿公阿嬤那边 他不会讲客家话 他用国语 阿公阿嬤听不懂国语 然后他回到女方这边是火漏的 他也不会讲这个火漏话 不会讲闽南话 所以也要用国语 阿公阿嬤听不懂国语 这台湾社会 这种问题非常严重 尤其是客家实际 这种状况非常严重 就是说没有说客语的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说提升学生 学习客语的意愿 它的迫切性跟重要性 这个主委你有什么具体的作法吗 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 客语带动文化的一个传承 它是一种手段 但是因为家庭里面上一代 不再就用教下一代客语 我想这个部分的客家意识 需要去做一些提升 就是母语应该是在家庭里面做传承 另外一个是我们新传师希望说 不只是单纯的教学而已 希望说他也能够做一个语言的社工系 没错 新传师也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说 推动客家的认同 自我认同不能只靠语言 在文化 文化的认同也要提升 所以我们现在的新传师 主要是以客语为主 是不是 请简单说 应该要推动 像这样的一个客家文化的 技艺新传师 不只是客语的新传师而已 这个主委你有没有认同 我们新传师分次大类 有这个客语的部分 还有文学 戏剧 还有这个舞蹈 有分分别类 不过就是说他们只是开办教学 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文学戏剧 舞蹈 它主要还是在于一种客语的 新传师这样一个角色 那整体的客家文化的认同的 这样一个客家文化记忆的新传师 其实还是有待整个的提升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新传师的推动 大概也有六年左右 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看我们通过认定的 客语新传师目前有几个 有2460万个 大概 那我们授客也大概有 六万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开课的状况 那其实从客语新传师 必须提升到客家文化记忆 新传师这样的一个位阶 从语言提升到 整个文化的一个认同 这对于我们客家子弟的 语言也好认同也好 都会提升的 它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状况 这个要请主委 好好的取用心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 客语文化记忆热学的 示范计划 我认为应该要扩大举办 是的 目前好像是十个学校 在寒假的 那个是示范 那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 这个政策是对的 应该要去做一个提升 然后我们也要扩大 这个科语新传师 认证的范围 要提升到客家文化记忆 新传师 培训更多的客家文化记忆的人才 来传承客家文化 这个主委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是的 好 谢谢委员